好,我們熱烈歡迎一下Kenny 好,那各位在場的朋友們大家好 那我很想要說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了 現在他們是不是也不上線,所以就不好意思 好,那首先是我的agenda 那我是以一個玩家,真正的玩家的角度 然後來就是看待這起實踐 那接下來還會有就是其他的,像實戰專家們 他們做更深入的報導 我真的只是個玩家,就是在這次的時間中 好,那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是一家非常知名的遊戲代理公司 然後他代名了很多熱門的線上遊戲 那我有玩其中的一款 這是他的代理的遊戲 首先,應該說我玩的這一款叫做英雄聯盟LL 對喔,然後他的這個遊戲非常的熱門 熱門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全球大概有每天大概有2700萬 也就是大於一個台灣的人在玩這個遊戲 這是非常非常可快,非常非常熱門 不過就是因為他好玩,所以還這麼熱門 那麼我到底是如何發現這個問題的呢? 在去年的12月26號 因為我很久沒有玩這個遊戲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就是重新重問一下舊夢 然後就從官網下載這個LL的主程式 那我就非常非常開心的打開了這個遊戲 欸!而且我發現好像有點糟糕 我的房主尖叫了一聲 居然有了病毒 那麼如果是一般的玩家 可能會有這些反應啊 假設是比較害怕的類型的話 那可能說到處找來處理啊 就是有沒有隔壁的工具的人可以給我用一下啊 或者是我的檔案安全嗎 還有就是電腦會不會爆炸啊等等的 那另外一種比較有個性的類型 可能會想說啊 反正可能是防毒爛啊 就是誤爆啦 或者是反正有什麼好怕的 電腦關機病毒就會餓死了啊 沒什麼好怕的啊 等等的 但是第一時間我才覺得非常的錯愕 那我只是想要玩L2而已 我是沒有想要玩病毒啊 我是想要下班後開心心的玩一下而已 不過呢 我剛好是一個略懂資安技能的玩家 所以呢就可以來研究一下說 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來的 然後從哪裡來的 最簡單的辨認方法 最省成本的辨認方法 就是丟到這個 Virus Total這個平台上 那你覺得可疑的檔案都可以把它丟上去 它上面有 現在有56家防毒可以幫你做掃描 那雖然這個 並不是百分之百準確 但是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參考的依據 那像這次 把那個 把那個 這次有問題的檔案丟上去的話 到目前為止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 防毒問題上 都抓到這個 這個問題 然後關於這次的後門呢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 它會在你的 C槽 然後Windows C.3.2 戶錄底下 多了兩個檔案 這檔案名稱是 ntuseres.dl 跟.dat 那麼 只要你的電腦 現在 如果現在是 各位有玩LL 的話 可以立即檢查一下 只要你電腦有多了這兩個檔案 那你9.9999 之中的這個後門 好 那另外一個特徵呢 是 各位可以用 就是所謂的 流量的 抓取軟體 像是這個有名的Wireshark 來看 你的會有一個 特殊的 風包的特徵 長這樣 update 然後問號 t等於 然後後面是一串數字 那還有 它還會連到三個 21的 Domain 去 像是這個 GS2 Player 2 然後 GS3 GS4 總共有這三個 21的Domain 只要你的電腦也有出現 這個奇怪的風包 那你也是有 9.99的機率是中的這個後門 不過 要有 調查精神 所以要更廣泛的來做追蹤 那剛剛只看了一個 一個 L2的遊戲而已 然後 取得遊戲的管道大致上有兩種 一種是透過官方的下載器 它就是一個 幫你把遊戲抓回來的小程式 那它會連到官方的 Cloud Server去 然後你就可以取得遊戲 那另外一種是從官網的頁面 就可以直接取得遊戲 然後 然後 調查結果呢 其實我已經公布在這個 Val Report的網站上 那現在已經就是有 就是有更詳細的 的說明在這上面 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去上面看看 然後這是我整個的 看Line 那 因為這樣可能太小 所以我會放大給各位看 首先 從 11月11號開始 最早的英雄聯盟版本 在台灣被上傳 這是推測的 終極的時間點 大概在11月11號 然後 11月12號 我們也調查出 就是 終極戰解析時間 被記錄的時間 大概是11月12號 那由這兩個 由這兩個 分證據來講的話 終極時間 應該確定是在 發展這個時間點沒有錯 一直到11月21號 另外一款遊戲 流亡暗道的感染版本 也從台灣被上傳 然後 12月2號呢 是 有一個英雄聯盟玩家 在一個 知名的 論壇 就是PET上 張貼 這個消息 但是 他在公佈出來的那個 時間點呢 就是遭到了網路的霸凌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他 反正說 這補爛啦 然後是防毒誤報啊 這個 或是你在亂講啦 反正 防毒 有病毒 人家怕死 繼續玩就對了 講那麼多什麼的 那也有可能是跟他用的防毒管理有關 對 所以我覺得 再繼續著墨 對 一直到12月23號呢 他更新的安裝程式 更新了一次 但是那時候後門還是存在的 還有26號呢 呃 就是 才開始著手的調查 然後回報這次的攻擊 27號回報這次的攻擊 一直到29號呢 就是把 更新的安裝程式都已經 就是變為正常安裝檔案 一直到31號呢 就是發布了安全的聲明 就剛好是跨年連夜那天晚上 對 那工程師可能都很可憐要加班 那工程師可能都很可憐要加班 然後這是整個人的攤賴 呃 但是 事情 有這麼單純嗎 其實 由這次的後門呢 可以看出來 呃 攻擊者可能會有 特殊特殊的身份 那 我換幾位就是 呃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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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不起 打個槍 那個 打個槍 那 你知道我拋棄 線上那兩千多萬 那我現在換局底講一些 實在公司的一些分析 那因為這事情非常的有趣 那我們就繼續 上網google一下 到底這個 城市是 這些後門城市 還有這些中繼站之間的關聯 那這個後門名字叫PlugX 它是 一個常見於這個 各大房租公司 資安公司的 主要是網軍攻擊報告 裡面出現的城市 第一個它不是網路上 找得到的 公開的 遠控軟件 它是 呃 特殊 呃 撰寫用於一些特殊攻擊使用的 那也就是說 攻擊者必須要有取得這個 城市的 能力 那再來是中繼站 這個 中繼站呢 經過反查之後 發現這次使用的中繼站 出現在許多資安公司的報告中 那卡巴斯基叫它叫Winty Group 我們就沿用這個名字 最早呢 出現在Command 5的報告 日期是2011年9月的報告出現 再來是卡巴斯基 在2013年的時候 開始這個Winty這個報告 叫Winty More Than Justin Again Nale Secure Works 戴爾的資安公司 在2014年7月也發了一個報告 叫做 呃 這個 Group的編號 3279 Target Video Game Industry 所以從這幾分報告的標題 我們不難知道 這是一群 專門針對遊戲產業進行攻擊的族群 並且呢 它的活動時間至少已經有四五年以上的時間 因為2011年就已經有報告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卡巴斯基的報告 卡巴斯基的報告是他們的這個全球的團隊 呃 有俄羅斯還有日本團隊一起做的 那 我有聯絡他們的作者 那 很不幸就是作者正在放假 所以沒有辦法就是 親自來講 那 我大致上帶一下就是報告內容 首先呢 就是 這個卡巴斯基的報告 還有其他資安公司的報告 匯總下來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遊戲公司 大大小小的收盤 這邊列出來的景是一些 並不是全部 全部受害的遊戲公司有高達上百家 那很多 尤其是韓國遊戲公司的數位簽章有被偷取 全部的三部圖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Winty Group呢 它 打了至少是十幾個國家全世界 大概都是遊戲產業為主 這是 Online Game Developer 在這些國家 可以很明顯看亞洲是重災區 好 那這個Winty Group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就是 當然它針對這些公司供給之後 可能會取得有一個的原始碼 那會取得這些公司的數位簽章 可能可以竊取虛擬的貨幣的寶物 不過 沒有看到很明顯的這樣的跡象 可能也可以竊取遊戲玩家各自 各自不是很明顯 但是密碼已經有看到 有人在這個網上論壇反應說 他們有玩這個LOL 但是他們的帳號 他們發現跟LOL 用同樣密碼的其他服務 例如電子郵件信箱 是最近有被登入的跡象 已經有看到有論壇頁面上有人在反應 那這次本事件的新頭髮 跟之前的報告裡面沒看到就是 遊戲更新程式捆綁的木碼程式 派送到所有的玩家 因為之前的攻擊的對象都是遊戲公司的員工 跟遊戲公司內部的網路 但是這次的這個 這個group 他在這次這個LOL事件裡面 他做的是他把更新程式捆綁到 遊戲裡面去 把木碼綁進去之後呢 對所有的玩家做散布 但是目前還不是很清楚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這個台灣監視一個PK 他在這次的這個事件中呢 做了非常豐富的這個數位電視 然後在這邊有一些研究的成果 我還在問一下網路好了 上面網路上暴動了 我們快被殺了 可能會被群眾包了 那反正還是有錄影啦 所以整整完整錄影還是會在網路上公布 所以 那個網路上的朋友能夠站在 因為是台大變掉我們的 我覺得油量太大了 噴掉了 那我們現在再想辦法 那我們還是繼續喔 先不要往外面的暴動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這個分析交給PK 聽說 聽說這一間還要網路還要付錢 還要付一千塊的樣子 喔兩千塊 好那我接下來繼續 剛才Tenby GD 還有接待我這邊的一些研究 那首先 我把它取名叫做這個Od The Cooper Operation 那為什麼叫做Cooper呢 等一下會介紹 那我先講一下這整件事情的 緣起好了 其實事實上來講 這幾件事情是 我們在12月17號的時候 首先發現 那 那時候覺得說 很不可思議就是說 居然這樣子的 惡意的行為的流量 在客戶的電腦 而且是政府機關的電腦裡面發現 所以我們很懷疑說 是不是這個 User呢 電腦裡面 直入了什麼後門城市 但是一看 發現 沒有什麼其他的後門城市 唯一 這個 惡意的網路連線 發起的這個城市 事實上是一個PoE 開頭的一個Lenture 那這個Lenture呢 事實上就是 這個流亡暗道的一個主城市 那這時候我們覺得 很可疑 而且不太敢相信 所以我們也一併的 把這個資料 給這個Tenby GD 跟TT 這個團隊呢 一起來做研究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繼續的bottle 看看 接下來的一個 發現到的狀況 那事實上來講 我們在 政府機關的 某一台電腦裡面 發現它 持續的去連線 這個 GS2 GS3 GS3 tplaydr2.tw的網站 其中這個IP 一個是在 Los Angeles 一個是在 香港 一個是在 洛杉磯 一個在香港 那 那我們就 接下來再看 那事實上 透過 我們公司的一套產品 叫做Crop 然後我們發現到說 其實這個使用者 它在 11月12號的時候 它的確 安裝了這個流亡暗道 所以說這個城市 是這個使用者 自己裝的 一個流亡暗道的一個城市 那接下來呢 我們去 看一下這個官網 發現這個官網 其他的城市 也有類似的情形 那 至少有兩個 遊戲 有這樣的情況 一個是流亡暗道 就是另外 另外台灣 玩家比較多的 都是 Lol 那我發現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因為 它不是 種一般的病毒 它種的是 網軍在使用的 Clock X的病毒 那這種層級 跟一般的使用者 電腦 種Warm 這種Config 這種Sanity 那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要通知 Garena 要趕快去 左手去處理 尤其是公司 內部的整頓 為什麼會把這個 installer 這個lanter 放到這個 最前面的 這個download的平台 以及 玩家中途的電腦 應該怎麼辦 玩家的 這些電腦的個資 要怎麼辦 那所以呢 我們就 尋了各種各種 那這些城市 當時都是在這個官網上 是可以 立刻被下載的 那而且還有BiasTotal的網站呢 也有標註其中一個 Garena的網站 被列為是高風險 其中只有一個 那我講一下這整個 整個 這個Timeline的 summary好了 那其實這整個工期來講 大概就是 兩個 將近兩個月 那 就如同剛才 Kendy所發現在 11月11號的時候 有台灣這邊 率先上傳了一支 安裝城市 那事實上 至少有兩個遊戲 受到影響 那很多的玩家 他就回報Garena 但是Garena 他並沒有 Garena的這個 服務台 Helm Disk 第一線通常都是告訴他說 你的電腦 是有問題的 你把我的這個 遊戲城市 把它加到房間 你白名單就好了 然後不然就是 就是沒有被注意 都沒有被重視 那那時候我們覺得說 啊這樣子不行 所以我們透過各種的管道 各種管道 能夠聯繫到這家公司 但是因為這個管道 在官網上 真的太少了 只有客服的 Have this 太少了 所以我們在12月27號 盡量給朋友 朋友朋友 朋友 聯絡到 他們在新加坡的 比較能夠做出的人 因為台灣基本上 這邊是屬於 做一些微調 真正的城市修改上班 能夠動到系統 都在新加坡 那所以 我們就盡量的統治 那在那時候已經放假了 那基本上 也還是有在繼續 Follow這件事情 OK在12月29號的時候 Granar更新了這兩個城市 然後在12月30號的時候 他是CEO Announce的一個statement 說 的確他們遊戲 有遭到感染 那 事實上來講 他的Announce的聲明是說 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前 試玩家的資料召竊 所以基本上 他這個公司在積極 目前是在推動 所以這個身為引稿 發出來之後 其實就是有一個 一則洗一則優 洗的是 這家公司終於知道了 他的屠城是中毒了 那優的是什麼 事實上他把他當成一般的資料外線 一般的這個中毒事件來處理 他不曉得他中的這個病 事實上是 背後是有主 是有這個意圖的 是有規律的 正規軍來所進行的一個網路間諜的波動 那 我們就介紹 接下來介紹一下 就是 剛才基本上是一個段落 其實 我在之前呢 一直在聯繫他們 事實上 發現這個管道非常的暢通 那 後來 直到最近幾天 他們新加坡人來之後 跟我們接觸之後 我發現他們 我們處理的狀況是非常的積極 是非常正面的 所以這邊要給他肯定 那所以我就建議他們說 以及 在座的各位的企業或是遊戲公司 對於這種客服的 的一個窗口 跟資安窗口 應該要切開 就是說你資安的回報窗口 不能跟客服的 這種遊戲回報問題混雜在一起 不然你的時間 或是一些重要的這些訊息 可能就會被 掩蓋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流程是需要更改的 所以他們公司也馬上承諾說 這部分一定會改進 那我接下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個 並不為什麼特別受到重視 它的程度是什麼 因為它在 網路上的各個Paper裡面 有各種不同的名字 就可以知道說 有多少個 全世界的 這種APP的研究專家 都有研究過它 從ProcX 一直到Kaba 這個Kaba 這個Kaba 那是File ID的名字 然後再來就是 History的IT 這都是 都是在指同一支 ProcX的程式 那它是非常先進的 為什麼它非常先進的呢 就如同它的名字 ProcX 基本上它可以任意的 變換 任意的這個變形 變裝 就可以達到隱藏 或是說達到不同的 通訊的這個模組 所以說 它用的是DL的配置 還有這一屏 所以基本上 一般來講 電腦也很難看出來 它的啟動方式 你用AutoLong去看 事實上都是正常的 因為它是 用DL的這個路徑的 這個優先順序載度 不同的一個技巧 讓它的程式呢 能夠隱藏在正常的模組下面 那另外一個 它能夠Bypass這個UAC 利用一些系統正常 不需要UAC的系統程式 然後用它來啟動 所以基本上 也是可以Bypass UAC 那它支持的Proc 非常多 CPU、DPI、CMP都支持 那最近有看到 有DNS protocol 那事實上 它是Magnipulate 實際上它可以操作 它的Tlogger 它的這個 SQL file的連線 還有一些網 電腦的這個 快照啊 還有CMP啊 Ressentially啊 設立 基本上一般的 遠端遙控的功能它都有 那非常的有彈性 而且非常的隱密 那它的變種也非常多 那非常POP 在亞洲跟美國 事實上都非常熱門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那這如同剛才GD跟Kenny有講到 被植入的這個ProcX的電腦裡面呢 我在這邊講喔 這兩個檔案 並不是所有ProcX 都是一模一樣 是在這一次的實驗裡面 才是這個喔 叫ntuser.dl 跟ntuser.dat 那一個是ProcX的Loader 一個是ProcX的Shock 那 事實上這個流量呢 可以看到說它實際上 有一個特徵就是說 它的HTTP 它走的是HTTP 那它都有一個XSize XS 這是它固定的一個 呃 一個 風轟的一個特徵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個單位 也是一個政府單位 這個的流量喔 大概從11月大概23號的時候 開始有連到中期站的這個 這個心跳 那接下來從12月1號一直到12月9號 一直到現在1月8號 都持續有非常大量的這個 風轟的這個 這個這個數據 就表示說這些重複電腦 目前來講 事實上一直的 在受接受這個 這個駭客的操作當中 那我們也看到說 它啟動的方式 呃 我這邊解釋一下 它為什麼叫ProcX好了 那因為它的這個 Memory的這個 設定的這個 主態檔喔 事實上它有一個 字串 叫做GULP 那你到外面就是 PLUT ProcX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 為了方便取名字 然後就可以叫做ProcX 那事實上 它的ConfigBlock 大概都長這樣子 它會把它的C2寫在這邊 那這邊都是 在檔案裡面都加密的 只有在記憶體內容之中呢 才是明文的 那 它事實上很難以去偵測的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的這個 DLL檔案喔 ntuserex.dll檔案 事實上來講 它是偽裝成 應該是說 它直接把一個 SQLite的Library的DL檔案 來做修正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 SQLite的Library喔 它裡面 98%都是正常的 SQLite的Library 它直接patch掉 裡面兩個 Excode方式而已 所以98%都是正常的東西 這2%是異常的東西 所以等於是說 一般的訪問體 或是說 一般的偵測的一些程式呢 都會認為說它是正常 因為它是正常的 SQLite的Library 好 那事實上 剛才GDL提到 這一次的這個 我們想要 我們要去瞭解說 這次事件到底是 Who did it? 誰做的? 它的意圖是什麼? 它的這個 危害到底會範圍在哪裡? 其他地方 有沒有遭受過 這樣子類似的攻擊 那事實上來講 這個Caspardy之前出了這個問題的這個 這個 就有提到說 有一群 泰克組織 它事實上 就是還在針對的是 這個unline game 或是video 這些industrie 在做的攻擊 那事實上 這是很很類似 這一次Garena的Case 那接下來我們看就是說 這一次Garena的Case 我們到底發洩了什麼東西 各位應該還記得另外一個檔案吧 這個 剛才講過 就是它還有另外一個 呃 這個 NPUser EX-DAT 這個 那這是PROGX的SEO Code 我剛才講過 這是PROGX的SEO Code 我們去分析一下 它的這個PROGX的SEO Code 我們發現 它其中 它會比較這個SEO Code裡面 有沒有這五 這六個字串 六個字元 第一個就是 C 然後兩個O 然後PE COP COP 它一定會 它一定會比較說 有沒有這一個 一個字串 一個COVER COVER COVER這個字串出來 所以就是 直接HARD CODE 寫詞在程式裡面 它一定要出現這 COVER 這一個字串出來 然後才能夠計算出來 這個SEO Code的大小是多少 那接下來我們發現 其中 有一篇報導 剛才GD有提到 就是所謂的這個 嗯 COMMEND 5 這個COMMEND 5 是一個 澳洲的一個 資安組織 它 協助了之前 2010年的時候 南韓的這個 SK Communication 招資料外洩的 這個 資安建築廠商 那它出了一份 建築調查報告裡面 有寫到 這個 NATEN的這些 呃 總內的註冊者 它的名字喔 事實上就是 這個 Cooper 李 Cooper 那以及這個 COMMEND 5 報告裡面所寫到的 這些 後門程式的特徵 跟這一次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PROG X Type 1 我們所謂的PROG X 它這一型我們把它分為 日本人把它分為三種Type 所以大部分有人會講說 PROG X Type 2 Type 1 Type 1 Type Story 那基本上這一型就是PROG X Type 1 就是這一型 所以它這邊有 它這邊的報告講說 在 ASK Communication 這一次的資安事件裡面 它發現這個 所使用的中基站註冊者 都是 李 Cooper 李的 Cooper 所以事實上來講啊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可以知道說 Share Code 是把這個來當作 Share Code 是把這個來當作 來當作一個 定位的一個參數 而且它的之前 這個世界裡面的 網域的 Domain的註冊者 也叫李 Cooper 事實上來講這兩個時間 是有相當高度的觀點性 高度觀點性 那這邊也畫了一張圖 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這個李 Cooper 它註冊很多Domain 其實都跟遊戲有關係 RO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事實上來講 它也註冊不同的Domain 那事實上 這些Domain 都是它在 入行SkComputation 的時候所使用的 所以 這個李的 這個 Cooper 這個資傳呢 也從時出現在 這一次 Garena的 資安事件裡面 所以我們推測就是 Garena的資安事件的 The Thread The Actors 跟SkComputation 是一樣的 就是南韓線上 這家司機模一樣的 那之前南韓線上呢 這個企業呢 它 因為這個 有user 向法官 申請損害賠償 那最後 南韓的法院 有認定SkComputation 未能充分阻擋 害客攻擊 存在過失 所以 應該要判賠 100萬韓元 所以有這樣子的案例 所以等於是說 企業在面臨 這樣子的 一個威脅的時候 完全不能把 當作一般的病毒來處理啊 因為事實上來講 你的成績沒有拉高 事實上你的應變的速度 還有應變的規模 事實上都不急 都沒辦法整個台提升 而且這些受害的電腦 持續都在受害之中 那就我們的觀點來了解呢 至少有350萬台的 The Player 可能受到影響 原因為什麼呢 這個數字是 因為GARENA 他買了350萬套的 Execute 給玩家 來免費使用 所以我們的推測 說應該 台灣的 LOL 跟POE 應該有350萬個玩家 以上 再來就是說 這個不能 這個不是一個傳統的資安事件啊 事實上來講 它是一個 網路的間諜的行動 而且是 目標是針對這個遊戲的產業喔 不是說公司是遊戲的產業喔 那GARENA的這個公司呢 他必須要去 對他內部 除了他的房子安局 給這個 玩家掃描之外 其實整個公司的內部的 都還要進行 一連串的 治安的見證 跟治安的這個 療程 因為可能 能夠把這個程式 放到網站 給人家下載 整個路徑 各個的關節 各個的環節 事實上都要做 去檢驗 所以這邊做一個 簡單的 除了部分的政府機關 像NGO 社交媒體 人員公司 還有這個帳族等等 甚至連遊戲公司 都有可能變成 ProcX的入侵對象之一 那它的目的是什麼 有可能是竊取玩家的個資 遊戲公司的原資碼 再是什麼 遊戲的帳號來獲利等等 那在一些BBS站上面 已經看到有很多玩家 他一直發現他的Google的帳號 一直被那個 因為他有設定雙音質證證 OTP檢訊 就發現 他的這個 Google的帳號 Gmail的帳號 一直被人家踹 然後他一直把檢訊到 他的這個手機裡面 那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 意圖有可能是 大範圍的入侵 這個滲透這些遊戲的玩家 因為 這些遊戲的玩家 都是一些工程師一定會有啊 或是政府的員工啊 就像以前我們服務的警戒 警察很多人在玩 啊這個 這個LOL啊 等一下我們可以請那個 那個我們 Denham Panel的這個 discussion的 語談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事實上來講 如果說你的RD工程師 或政府機關外包的廠商的員工 有在玩這個LOL 中途 那事實上來講 這也是他想要獲取 更技術資料的前哨戰而已喔 那所以 這個PlugX為知名的APP工具 處理這些四類的資安事件 不宜中毒事件處理 應該理定這個系統的療程 跟企業的整治計畫 所以企業對於資安事件 應該建立一個通報流程的窗口 不宜將資安事件窗口 跟服務窗口混為混合 然後還有就是剛才大家 都在講到的這些日子的保存 讓你可以回溯的去證據分析 就是提高法院的這個任何證據力啊 降低你企業的風險 不然你要提供一些證據 你連證明自己是受害者都沒辦法 甚至連沒有報案都沒有報案 所以人家才會懷疑說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 幫你的城市加料 也是有可能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這個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很 很虛勢科技真的很佛心來 我這邊真的要特別要 感謝喔 因為 沒有任何一家房主辦理公司 能夠叫得動 馬上立刻出一個解讀嘛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希望 虛勢科技能夠幫我們看看 能不能提供給玩家 或是一些 一些解讀的程式 那接下來我們就歡迎 虛勢科技 各位好我是Jimmy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會簡單介紹一下 虛勢科技在這一次的 Vlog S的樣本分析 然後也會介紹我們 移工的Clean Tool 好 那這邊呢 其實就是整個故事的起源 一開始先 我們的玩家 先直接在一個 遊戲論壇上面 做了一下 算爆料 那他也把相關的 Game Launcher 丟到Virus Total上面掃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上個月的時候 這個Launcher丟到Virus Total的時候 大概只有一半的 防毒軟體會有體培訓 那 去世科技在這一次 也跟Hip Tom這邊合作 我們也 就我們所收集到的樣本 直接做了一些樣本的分析 所以我們直接看一下 這一個 樣本本身的特徵 那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角這一個部分 其實就是 這一個Game Launcher的部分 那這個Launcher在執行之後 基本上 他會做的事情 就像外面上面寫的 他會 產生三個檔案 在TEMP底下 那這三個檔案呢 其中有一個是 合法的Launcher 那有一個Cleaner 會負責再把這一個 好的程式把它寫回去 那最重要的是 還有一個Dropper 它是真正會把 這個Plus S的Payroll 把它丟到System Center底下 所以 簡單來講 就是 當你把這個Launcher 執行起來之後 它就會送你兩個程式 也就是底下 紅色光光光起來的 Anti-User ESDLL 跟DNA 那這兩個 也就是Plus S本身的Payroll 然後會連到 CNC Server 那除了剛剛那一張圖以外呢 這邊是我們真正 對這Sample執行起來 錄製的一個結果 所以其實 Launcher一執行之後 就會發現 他有做了DNS Query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 他會查詢他DNS 那 做完這幾個 那這邊是整個Investion Pro 是有點小 但我大概 狂了一下 像這是一個Launcher 那執行完之後 他會把相關的TEMP FIRE 製作出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TEMP FIRE 當中其中有一個 是一個本身Payroll 的一個DRAPPER 所以相對的 他也會直接再把相關的 另外那兩個PRAX的Payroll 直接丟到Syspense 3er 那也透過他製作出來的Syspense 那也透過他製作出來的Syspense 透過LongDL32去把他 把這一個CNC的Connection 建起來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分析呢 我們可以合理的華語這個樣本 其實就是一個PROG S 因為它本身帶有一個合法的稱詞 那也有另外兩個相關的元件 就是一個是DLL跟一個Resource檔案 那剛剛除了行為的一個錄製分析以外呢 我們也對這樣本做了一些靜態的分析 那我們直接看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 它很明顯的裡面就有一些 我們已知的一個Payroll的一個Connect 那基本上這些Function 都是很明顯的 本身就是PROG S這一個 這一個後門程式所有的一些Function 類似像是Disk Netbook這些 那Disk就之前 有 前面幾位其實有提到 這些後門程式 那這些Connection 就是提供 可以遠端來控制你的電腦 所以像Disk 它就有辦法去 得到你Driver的Information 或做一些檔案的操作 那最重要的再往下看 其實有幾個像PROG的Screen 那這個就更強大 它有辦法去對你的Input 做一些PROGing的動作 而且它也可以Monitor你的Screen 所以根據這樣的分析 我們基本上其實 九成以上可以合理華語 這個樣本本身就是一個PROG S 那再來下一頁這邊的分析 一樣是在這個樣本裡面 我也發現了 它連結到的CNC Convention的List 在上方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其中一個Domain Name 也上去做了一下PROGing的動作 可以發現 所下角那邊就秀出它最後註冊的 reflect到的兩個IP 那一個是在香港 那一個是在美國 那右手邊這邊就是 Whois的Information 那這邊就直接寫你的這個Domain Name 是誰註冊的 那如果你的機器有PROG S被感染了 那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後果 那剛剛PK有提到 其實PROG S是最常被用在APP供給的一個後門程式 所以其實第一點就特別提出來 這個IP通常是在有針對性的一個攻擊 那通常它的對象會是政府單位 或是相關的一些比較特定的一些產業 那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如果PROG S已經在你的機器上面拋起來 Connection也建好了 那基本上Attacker 它就等於完全控制了你的電腦 好所以很重要的 那趨勢科技這一次 跟HIP HUM合作之後 我們就出了一個清除工具 那網址的話就是上面列的 大家可以到這個網址上面去下載 這個後門的清除工具 然後我大概介紹一下 使用方法 那很簡單 因為你 download下來之後 其實就是一個執行檔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 直接點兩下執行 那當它做完一些setup的動作之後 就是直接有個scan out的 button 你可以做scan 那如果偵測完之後 有任何的可疑檔案可以發現的話 基本上在reload page你會看到 它會跟你講說有哪些檔案 有detection 那一樣你可以選擇做清除的動作 那有可能 你可能會收到一個就是 它會請你透過restart computer 來完成整個清除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有一些比較 善意的提醒 對一般的使用者 就是系統最好還是可以盡量做update 那基本的防護應該要有 要有像是防毒軟體 或是你的firewall protection 那還有就是來路不明的檔案 就盡量不要去開啟 或要經過驗證之後才去做開啟的動作 那最後這邊還是要廣告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TC70的話 那基本上目前你已經是 在安全的防護之下 那以上就是軍事科技這邊 介紹這個服務的部分 謝謝 我們的網路好像空了耶 對通話道 那個跟各位如果你們同學 或朋友在線上看 幫他解釋一下 那因為我們這個場地 當初借也是準備很倉促 大家很多工作人員都非常辛苦 準備這個會議 然後當然有些地方 沒有很不好的最多單單 那我完整的錄影 都有在網路上會公布 那接下來 我們要進入Panel Discussion 各位好 關於剛剛那一場 我這裡再三強調一下 就是我們準備這場演講 並不是為了要嘲笑 或者是為了要突顯說 這間公司被入侵被感染的這種情況 那其實這場演講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還是要提醒所有的玩家 還有其實是所有 包含所有的遊戲廠商 就是今天不是這間公司會遇到這樣而已 剛剛可以 這個GD的那個報告裡面 他講的那個報告裡面 看得到 這批人 我們遇到 那這一次遇到這批人 其實是非常專業的 而且他們也是有組織的 那而且他們已經成功的 打過很多很多的遊戲廠商 所以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所以 在面對這樣的攻擊 其實不只是遊戲產業 還有相當 尤其是台灣 每一個產業幾乎是 就我們的經驗來說 就是大部分的 只要你有跟政府有扯上 任何一點點關係 或者是 你有很多玩家的資料 很多使用者的資料 你幾乎都會 在這種的攻擊威脅之下 所以 APT不會只是 政府的問題 它是 在台灣其實是 所有企業 大型企業 然後 的共同的問題 所以 我們的演講的目的 就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而且 這個攻擊 並不是你 裝一些防守軟體 或者是用一些非常簡單的防護 你就可以做到 那 它的清楚也是 並不要 就像剛剛PK講的 你不能用一般的 一般的入侵 一般的威脅 的角度來面對這樣的問題 好 謝謝各位 他把南韓大部分遊戲公司都打過一輪 這是非常可怕的攻擊 而且 南韓 政府 剛剛有講到 一個人賠一百萬韓圓 一個人 不是一次喔 一個人 大概台幣兩三萬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邀請 如果要廁所就用廁所 我們大概兩分鐘setup一下 我把剛剛的講師都上來好了嗎 那個 雷多圈插給你 然後那個 對 再上來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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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